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各大秀场上热场串场的主持人 活泼有趣的台风赢得了众多人们的喜爱 经过几年的历练 玲珑八方的他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时 已成为台湾秀场的王牌主持人 可谓是风光无限 1984年在中士的强烈邀请下 他与倪敏然 简厂 徐峰 罗江四人组成黄金五宝 共同主持综艺节目《黄金拍档》 至此开始登陆电视媒体 最终《黄金拍档》连续播出158期 高达44%的收视率 让他在台湾家喻户晓 在电视综艺界跟吴宗宪 胡瓜和张小燕合称为三王一后 2000年 他在与费玉清搭档主持的龙虎综艺王 因收视部家停播后便宣布退影 这标志着他的主持生涯步入了末期 推出舞台的那段时间里 他整日地泡在录音棚里 与制作人不断商讨专辑的制作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新的惊喜 在歌唱领域有所突破 经过两年的惊心打磨 终于推出了《坠入情网》 夕阳情歌 《Romance浪漫情歌选》两张自选专辑 实现了早年间梦想当一名歌手的愿望 此后 也在2011年 2017年左右 又曾两度隐退复出 但再也不见往日节目收视的盛况 在2018年 他主持综艺非常赞 不过 由于收视表现未尽理想 至同年9月就被停播 并再次宣布隐退演艺圈 但多次强调不会从此退休 预告还会再回来 看得出来 他并不想离开主持行业 才会多次隐退再复出 可对于他来说 有两个原因让他难回主流媒体 重植主持棒 当时 电视圈正面临寒冬 张飞的主持费虽然从全盛时期的每小时45万 被对半砍到25万左右 一集两小时的节目超过50万酬劳 还是占取大部分制作成本 就算节目广告满档 全部卖光 也收不回本钱 诸葛亮离开华视时的收视率比张飞还高 但重播收视仍然吓人 电视台撰的是其重播的内容 这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则是张飞的个性问题 十多年前 制作人王娟丽劝云游四海的他回来做综艺大哥大 一劝却了两年多时间 中间来来回回被他龟毛个性弄得差点放弃 2018年 华视找他回来做综艺非常赞 为了收视调整形态的会议开了无数回 一度决定要出外景吸引观众 最后去了一趟吊虾场 虎头首尾结束又回到棚内 和他合作必须有极大的耐心和懂催眠似的说服力 否则要改变他的风格根本不可能 综艺圈没几个制作人能按耐住他的个性 可能在想起花案时就直觉掠过他 观众想念他 记者也想念他 他也任心有壮志 牢记福利 没了麦克风更觉生不如死 但要遇上对的人会做他节目的制作人 在瞬息万变的综艺圈变得遥不可及 当然 虽然他已不在娱乐圈 但圈中一直都有他的消息 去年5月 沈文成在出席演唱会彩排活动时 突然爆料张飞的近况 引发现场媒体一阵惊呼 其实 两人相识多年 私底下的兴趣也极为相似 除了爱听及爱唱夕阳老歌 也爱钓鱼 爱骑重鸡 当时 沈文成被问道 这次开唱是否会找飞鸽站台 语出惊人地表示 他在天上 惊呆全场 见状他更连忙解释说 我是说他在天上坐飞机 他在忙 我晚上会传讯给他 看来张飞近年来的状况 还是相当好的 至少也是行程不断 这让粉丝们放心不少 今年二月有媒体报道称 张飞的日常非常潇洒 虽然与弟弟闲少见面 但玩的花样非常多 热衷于户外运动的他 对于重鸡 风帆 以及轻航鸡有着独特的喜好 隐退的这四年时间里 也依旧热爱玩这些活动 早在2020年 他与吴山儒搭档主持 红海集团尾牙的时候 曾脱口已经把户籍迁到花莲 因为自己的飞机场就在花莲 也想享受亲优的生活 事实上他30岁开始 就跟着中华民国空军 退役飞机官学习驾驶轻航机 2008年还以将近500万元购入一架 取得丹飞许可后 更是载着弟弟李爱奇和杨林等人出游 如果熟悉张飞的人 对他的印象肯定保留在他的 落腮虎以及墨镜上 这已经是他具有标志性的一点了 因为说出这些特征的时候 大家想到的就是他 但是很多人依旧非常好奇 为什么他一直都留着落腮虎 因为看费玉青的长相 他肯定也是不差的 毕竟因为是亲兄弟 长得还是有一点像的 对此张飞早年曾说过 在路上有很多人都把他认为是费玉青 然后跟他要合照 他自己觉得是有一点困扰的 所以想跟弟弟区别开来 于是就留起了胡子 而这一留就留了几十年 现在再也没有人将他们两个认混了 反而是觉得他们并不像是亲兄弟 相比较于影幕前的大胡子 爆炸头 影退后的他并没有改变形象 对于是否付出 也是给予了自己的态度 他在采访中坦言 自己并不一定会为了钞票选择付出 只要剧本够好 制作费足够 那么就可以出山 如今的他还是截然一身 但其实他也有过一段婚姻 在1975年还没有出道的时候 他在七骑士演唱 有天得知店里来了两位韩国客人 并演唱了一首阿里郎 当时年轻气盛的他被容貌清丽 富有文艺气息的赵翠华 深深吸引 两人很快均入爱河 成为夫妻 先后育有两个儿子 然而 因为感情上的冲动 两个性格不合的人 婚后生活十分抑郁 虽然以为人夫 但寂寞的日常 还是让张飞化身为花花公子 和当时娱乐圈中的很多美女明星 都传过绯闻 最终 赵翠华无法忍受这段貌合审理的婚姻 在1989年选择离婚 虽然前妻并不是她的真爱 但离婚后的两人 关系依然很好 有情有义的她 不仅在前妻生日时会发红包 甚至还买房赠予前妻 逢年过节 也会邀请对方一起聚会 张某过世时 前妻和前岳父还一同来到台北 帮助料理后事 看上去仍是一家人的模样 这么多年来 张飞和家人们的关系都非常不错 而她在娱乐圈打拼多年 自然累积了不少的财富 之前传出有十亿身家的她 便公开表示 自己会将家产全部留给子女 她的儿子张绍怀 在2013年5月和温馨怡结婚 对方是一位广告模特 也是一名演员 当年凭借在林俊杰的《记得》 MV中做女主角出道 2013年她生下了一胎女儿 生产因为胎位不正 最后决定抛妇 当时张飞的心情非常紧张 在孙女平安出生后 封了100万红包给儿媳妇 还称 为我添孙当然要给奖金 是男是女不重要 重要的是母子平安就好 三年后她又顺利生下儿子 张飞再度送出100万红包 为劳儿媳妇 并表示自己很感恩 儿媳妇年纪轻轻 就愿意传宗接代 至于十亿身家财产 应该也是会留给这对孙子 张绍怀比翁欣怡大12岁 两人经常会在社交平台晒全家福 透露夫妻俩的甜蜜生活 也会分享夫妻之间的糗事 有时候尺度相当大胆 但其实他们很少在公共场合谈到张飞 不愿意被贴上靠爸族的标签 可还是有不少网友表示 翁欣怡是为了钱才未婚怀孕 对此翁欣怡在社交平台上反击道 我从未想过要靠着别人过下半辈子 她说一直都知道自己只能靠自己 但一开始没人相信 不过就算大家不懂她 她也要做一个自己都会爱上的女神 她的自信是因为她愿意接受任何缺点 以及遇到任何障碍的自己 虽然接受不完美的自己需要时间消化 但这已经成为她的生活目标 霸气又充满自信的发言 也受到不少网友的支持 此外她还表示 自己现在的工作量比老公还多 现在老公才是家庭主夫 每天都专心地在家带小孩并透露 自己目前收入超过30万台币 老公赚的钱没她多 但她也乐意当家中的经济支柱 夫妻俩平常私底下的爱好喜欢买鞋 两人加起来有60多双鞋 而公公张飞则比较节俭 因此翁欣怡也表示 完全不敢让公公来家里 怕她看到自己有那么多鞋子会唠叨个不停 今年2月她一买到情趣款旗袍而登上新闻版面 掀起话题之余 也让粉丝们溢起了张飞 怀念她曾经主持节目的身影 当然很多网友也都知道 想要看到张飞付出可能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还是祝福她能够安享满年 健康快乐地度过余生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